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第八讲 第法院 今天要进入我们的重点 又是第九讲 第九讲要讲司法院里面的第一部分 就是有关于危险审查 上个学期如果来上读课的人 应该会更觉得 你很希望 关掉了 无所谓 很好奇 究竟大法官是怎样做成宪法解释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讲 先要讲一下大法官怎么样做解释 有关的问题 这个在学术上的名字 就叫做危险审查 你们现在书打开 有关于第四讲 回首来时路我们以后有时间慢慢再讲 其实每一讲大概都会多多少少牵涉到一些以前的事情 但是不要紧 我们现在从第九讲开始看 现在看它的标题 违线审查制度 我没有讲司法院 这表示说呢 它不足以代表全部的司法院 那司法院应该还有在别的地方还会再出现 是不是这样 那看一下它的副标 通常副标呢是老师的意思之所在 这是它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司法院的定位 有争议 你们听起来很像笑话 我们已经行现多少年了 还会有争议吗 那没办法 这不是我害的 它就是有争议 那现在这个争议要怎么解决呢 我的建议是 这个事情不能急 我们要宏观的去了解一下 其他的国家是怎么样进行 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所谓违线审查 所以要有宏观的角度 看看别的国家 因为我们不过是很多违线审查当中的一个 那你从这个光谱里面 你就知道说我们现在定位在哪里 等一下会看图 然后有了现在的理解以后 那你可以问自己 这个是不是理想 如果不是理想 我们怎么样改造成的理想 所以我刚才讲的 给你们看的Port Point 老师这几年工作的心得之一 一个就是上次讲过了 我不晓得 我希望 我只能讲尽力了 看看九月底 就是老师离开司法院两周年了 看看九月底以前 老师的书能不能出来 如果能 你们可能很多人也 不会再在这个班上 我只能跟你们讲 如果你们有 你们要赶快去抢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能印多少本 那个书的名字已经说过 叫做《视线学思心路》 老师学习解释宪法的心路历程 这个书大概会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呢 我现在想了半天 你们如果觉得题目不好 欢迎你们来帮忙 共襄圣举 第一部分呢 叫做《老实种树》 就是一个老人家 老老实实去种树 因为我们每做一个解释 是不是种一棵树 我能够干什么 那你给我一个树苗 这个树苗长得什么样子 我去想办法把它种成一棵树 第二个部分呢 叫做无心成零 我没有这个心 但是一棵树一棵树 那种成了一片零 这什么意思呢 第一部分是老师从 六百九十一号参加大法官解释 到我离开的时候是七百八十三号 一共有九十个解释 这个九十个解释里面呢 老师写了七十个解释的意见书 我想应该算很多了 那是多少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 它就是一个学习解释宪法的心路历程 在我没有进司法院以前 我学习宪法 教宪法 已经二十一年 我进去了司法院 又过了八年 那这个等于是我八年的工作报告 好 所以第一部分呢 每一个案子来 我试着把这棵树种出来 管你给我什么样的树苗 我希望这个树长得像个样子 第二个部分呢 老师找了十五个国内的宪法学者 他们就每个 每一个人就一部分 比方说有人讲 汤某人这个宪法解释里面 有关于平等权的 有人讲比例原则的 有人讲中央地方全线划分的 分成十五个面像 就表示呢 好像这些树一棵树一棵树种了以后 种成了至少十五个林 你们可以看看呢 把顶串成的面 会长的什么样子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你们今天应该已经看到了 四百一十三期的那篇文章 那我想就叫做有始有终吧 老师不吐不话 把他工作做完了 那我也等了两年 他终于已经做了七九三 我也可以写了 好吧 我希望不要有人来告我 那有的话呢 请你们注意期待 世纪的精彩大辩论 大法官告大法官 大家通通都上场去辩论 很好 那如果有人要这么 喜欢这么知识 那我们就来玩一下这个游戏 好 那我刚刚说的 这个是一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像明天那样的演讲 那个是有关于整个大法官的 视线制度 怎么改造的问题 我们今天这里也会讲一点 但是那个 礼拜六的那个是全面性 那也许还会有一个部分 那可能要再等一等 就是老师在司法院目睹的 有趣的事情 你可以说是我的真实回忆录 不过呢 现在不能写 现在写的麻烦太多 好 我们现在开始开讲义 讲义的第一部分 司法院的执掌和定位 好 那你们自己看条文 我就不念了 请你们把有一页呢 夹到我们今天的77条 我们立法已经讲完了 现在在77条了 好 司法院的定位呢 跟司法院的执掌是有关系的 好 请各位看条文 77条 最重要的一句话 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 这个可以解释是什么意思 刚才已经说 前面已经说过了 行政院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 立法院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 同理司法院当然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 那你说是最高司法机关 是干啥用的呢 他77条告诉你 他掌理各种审判 你看他是不是讲掌理 民事诉讼 行事诉讼 行政诉讼之审判 民事诉讼 人民告人民 行事诉讼 国家检察官告犯罪人或犯罪嫌疑人 然后由法官来审理 所以这是犯罪行为的审理 行政诉讼 人民告官府 官府做了什么事情 你觉得不对 侵害了你的基本权 你就去告他 然后公务员的惩戒呢 是国家处罚公务员 你这个人贪仓枉法应该免之 诸如此类 所以不管怎样呢 只有对象的不同 种类的不同 但是都是诉讼 好 所以你们看讲义第一点 77条叫做审判 现在呢 上次老师讲七四八号解释 考试的时候 有跟你们讲过三段论证 等一下我们会再看一次 有一个案子来了 你是法官 这是案子的事实 你把这个事实了解完毕以后 你是不是先做一个判断 这是杀人罪吗 好 还是这是同婚问题啊 还是什么 好 所以你要去找到一个 能够适用的大法规 大的规范 这是大前提 你大前提走错 这个这一提已经没救了 他是杀人 你说要怯盗 你觉得你会得几分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本案的事实 所以一个大前提 这个法规 应适用在本案 本案应适用的法规 其次是小前提 是本案的事实 那个事实里面 该当哪一部分 不该当哪一部分 哪一个部分是有解释的空间 还有疑议等等 最后你套进去以后 我们叫做寒舍 就好像套进去漏狗 他就要掉出来 他就是一个结论 本案呢 是该当几年徒刑 还是合宪违宪 看你是什么 什么样的问题 好 第二个部分呢 叫做解释 这是从哪里来的呢 请看下一条 七十八条 司法院解释宪法 并由统一解释法律 及命令之权 两个地方都有解释 对不对 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 司法院的职权 有七十七条 有七十八条 好 等一下再来讲问题 出在哪里 我们先把意思讲完 什么叫解释 请你们在前面加几个字 叫做一般 然后打个挂符 抽象解释 刚才说是个案审判 他不可能一下子判到全部的案子 这不是法官做的事 但是大法官的解释是一般性的解释 因为它是抽象解释 等一下我会简单再继续的讲 那简单的说抽象解释就是针对法规的解释 我不管个案事实如何 我也不管这个抽象的规定套用在具体的个案里是怎么样 你来问大法官 你只能问相关的法规 法律或命令有没有违宪 我回答你 也就这个法律 这个命令有没有违宪 我的回答是一般性 这个法律是适用在所有人 所有事情上面 我不是针对它是用在这个个案来回答你 所以它是抽象的 也是一般的 抽象就把它想象成等于法规 所以一般解释或抽象解释 它就是法规审查 我只审查法规 但是如果是个案的审判 那就是有法规大的法规 套到小的事实 得到这个结论 这个整个三段论证的这个逻辑论理 有没有错误的问题 它是三个步骤 但是大法官的这个问题 基本上主要是针对法规 那主要的规定是在78 好 那现在为什么会出问题呢 好看一下79条第二项 司法院设当法官若干人 掌理本宪法78条规定事项 由总统提名 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 这个条文 基本上是政治协商会议版本留下来的 政治协商会议老师讲过了 好 所以这里面有许多有趣的问题 我们以后再说 我现在只讲最关键的问题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里怪怪的 司法院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 司法院里面有大法官若干人 OK 可是这些人呢 他只管78条的解释 诶 那77条谁管 问题就出在这里 所以整个司法院的定位问题 司法院作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 按照77条明明要负责审判 可是后来到79条说 司法院设大法官 他只管78条的解释 他不管77条的审判 请问这样合线吗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问题的由来 就是这么由来 好 那这里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 今天的解释要指呢 已经更新了 那这个更新呢 我老师跟各位说呢 还不圆满 没有办法 因为今天老师比较忙 我们还有一个解释 没有放进去 那等一下我用讲的 那我们会把它补完以后呢 找到最适当的时间 因为我跟助理工作 还要一点时间 我改完了 他不见得马上改得完 那这个格式很复杂嘛 然后还要挂上去 但是今天呢 这个是可用的 你们今天一定要去download 下来 因为这一讲补充的东西非常多 然后这讲的讲包也有补充 我一面讲 我会一面跟你们讲 我哪里做了改变 我要你们做什么修正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呢 诶 跑到哪去了 你有出现吗 对 为什么 解释钥子 来 这个解释钥子 看一下四字第二号 我们书上游 来 我们上四字从这边 现在呢要从哪边 好 现在从中间 中间这一排 那个最左边这位穿白衣服的 你往这边念过来 好不好 从你这边 然后往后念 因为后面的念的比较少 来请念四字第二号解释 最前面的一个解释就是四字二号解释 这个二号解释是非常关键的 首先要注意它是二 它很前面很前面很前面 它是在大陆时期做成 38年1月6号在南京做成的 但是影响我们整个的视线制度也非常关键 它影响非常深大 重大 到现在为止没有改变它 好 请念 好 解释两个字圈起来 好 继续 所以解释跟统一解释有两个字之差 两个字之差不是无意义的 好 两者 两者命力协有不同 宪法第173条 规定宪法是解释的 司法院维持 故中央或地方机关 与请职权上 适用法律法 适用宪法 发生意义 即得申请司法院解释 法律及命令与宪法 有提出发生意义 好 这里有关键字的地方 第一个问题请问你们 我如果现在解释 我说这个叫解释 那个叫统一解释 所以两者意义 协有不同 你们认为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是在使用哪一种解释方法 还有印象吗 我们讲过大法官解释 有几种比较普通的 事实上法律解释也是这几种 是唯一解释吗 还是论理解释 还是体系解释 还是历史解释 四字第三号的时候我讲过一次 所以我们又再复习一次 你们觉得是哪一种解释 文艺 他就装了文字嘛 一个叫解释 一个叫统一解释 显有不同 文艺解释不是不能用 但是要小心 当你这样讲的时候 证据够不够确凿 好 你看大法官接着讲 一个叫解释 一个叫统一解释 哦 所以他说 故 故字圈起来 看你们能不能得到这样的结论 因为呢 叫的不一样 所以呢 所以的意思是 中央地方机关行使职权 适用宪法产生一亿 只要你有华语 没有人跟你有争哦 你只是适用的时候 适用宪法说 这条什么意思 我的听着 我的看不 好 那你即得申请大法官来解释宪法 所以是一亿就可以申请解释宪法 这是第一种解释宪法的情况 第二种情况 是不是你要适用法律或适用命令 你要适用的法律或命令 发生有抵触宪法的一亿 又是怀疑 不是别的机关跟你有不同意见 没有人跟你争 只是你自己用不下去 你有怀疑 好 你也可以申请解释宪法 一同 在这句话里面告诉你几件事 第一 它叫一亿 它不是争议 没有人跟你发生不同的意见 是你自己有怀疑 第二 他说为什么你可以申请解释 因为这叫解释 这不是统一解释 好 看老师的右边 你可以向大法官申请解释 而且你只能向大法官申请解释 我们在违宪审查制度的设计上 我们把它叫做集权式的违宪审查 等一下每个地方会再讲这个 集权式的违宪审查意思就是 这是一个权利 违宪审查 在我们这里的话叫做解释宪法 我们刚才讲解释宪法 包含宪法本身的一意 包含法律命令 有没有抵触宪法的一意 起码有这两类 你有这个一意 你就可以向大法官申请解释 好 这叫做解释 好 等一下我们来看右边 我们先把下面的句子再念完 好 下一位麻烦你继续念第二段 好 你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前面我们念的那一段是讲解释 你有怀疑你就可以来申请解释 下面这一段说你有怀疑可以来吗 不行 这段跟上段的意思不一样 这段的意思是在讲统一解释 你适用一个法律 或者你适用一个命令 那你的见解跟别的机关 对于同一个法律或命令的见解不同 比方说这个条文 我认为是这样解释 那比方说你是谁 你是地方法院的法官 举例将说 可是呢另外一个行政法院的法官 跟你不同系统的 他认为不是这个意思 好 那你现在到底要怎么办 我们是一国一制 还是一国很多制 那你这么混乱 你国家最高司法机关 要不要统一法律见解 所以它叫做统一解释 统一解释是针对法律命令 适用的时候 和其他的机关产生争议 你的见解跟别人见解不同 如果你是第一个私用 你就做下去了 没得问也不必问 你已经有一个别人见解 同一个条文跟你见解不同 那你怎么办 你要听他的 如果你愿意听他的 你觉得他的意见是对 那也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同意 这时候就有正义 那你怎么办 那你首先要自己研究 你要不要服从他 如果你决定不要服从他 那你要来申请大法官 统一解释 统一解释是在法律与命令 同一法律的与命令的解释上 出现了歧义 当你讲歧义的时候 就是争议 A机关跟B机关 就同一个法律的见解不同 跟刚才的一意 没有人跟你不同 是你自己怀疑完全不一样 好 现在回来看上方 好 老师提的问题 第一个 如果我们说这个国家里面 只有一个机关 能够解释宪法 那我们就说 这个叫做集权式的违宪审查 只有他能做违宪审查 只有 像我们只有司法院大法官 能做解释宪法 好 那么 这个是权力的集中 只有一个机关可以做 跟说我什么时候 可以来申请解释宪法 是我有一意来申请 还是我必须等到 跟别的机关有争议的时候 来问你 这两件事情一样吗 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美国也有违宪审查 只是美国的违宪审查 不是集权式的 所有法院都可以 但是如果我现在说 美国只有联邦最高法院 可以解释宪法 但是他解释宪法的时候 一定要限于宪法争议 A机关跟B机关 适用同一个宪法的条文 产生争议 或者适用同一个法律 命令产生 增值某个宪法的争议 这样才能来解释 这样也可以啊 你无害于 他还是集权式的违宪审查 我们四字第二号的问题 出在这个固字 你说司法院解释宪法 怎么可以等于 司法院就是抽象的解释宪法 我再讲一遍 四字第二号的问题 出在这个固字 前面这个固 这个字就把上面跟下面 那两个块 等于画上等号 说司法院解释宪法 就等于司法院 可以抽象解释宪法 不需要有争议 只要有疑议 就可以来问 然后他对照组 就对照在统一解释 我说统一解释很清楚 一定要有争议 我才需要统一 没有争议 我干嘛去统一 没有争议 各机关自己解释法律 是用法律本来是所有机关的责任 我们是不是法治国家 所有机关都要用法律 那你碰到法律 你觉得什么意思 你自己研究 研究完毕你发现 你的见解很正确 你就用了嘛 但是当你注意到 你的见解 跟同一个条文 跟别人见解不同的时候 我们毕竟是一国一制啊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只能问最高的司法机关 请你把它统一起来 所以统一解释 要有必要的才去统一 没有必要的时候 是各机关自行解释法律 那你现在宪法不同 我只有大法官能解释 所以你们一定要问我 所以我说 这叫极权式的违宪审查 但是极权式的违宪审查 并不当然说 你有抽象意义 就可以来问 我仍然可以规定 你要有争议的时候 你才能问 而且你只能问我 那现在的问题 出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制度 在这里有一些个争议了 有一些个问题 那是大法官 四字第二号解释的结果 所以我们一直采用 抽象的法规审查制 本来你说违宪审查 是不是一定要抽象 不一定 它可以是具体 等一下我们看 别的国家 你就知道 但是现在我们有 四字第二号 这是老祖宗 他如果讲了以后 大家都这样做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 我们把明年开始 会有一些调整 好 第二个是组织定位的模式 如果我们刚念了七十七和七十八 如果你认为按照宪法的议制 司法院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 七十七条说要当诊探 七十八条说要他解释 跟统一解释 表示司法院两件事都要做 好 那我请问你 司法院怎么样同时做两件事 我们现在来抽象的思考 有没有各种各样的可能 好 注意下面的这个文字 我们等一下会看图 我先讲义 第一个部分 叫一元多鬼 你们一定会问我 老师你的元跟鬼是什么意思 这两个字确实很诡异 对不对 一个元一个鬼 什么意思 好简单的讲 元就是头 一元复死万象更新 元代的时候讲的 元就是头 头的意思是讲组织 我们这个国家的司法组织 是一个头还是很多个头 如果是多元多鬼就是很多个头 如果是一元很多鬼 那还是一个头 鬼呢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他们做的事情 至少你可以想象 77条 它是讲审判 具体的审判 78条 它是讲解释跟统一解释 所以一个叫解释 一个叫统一解释 那是78条 但是77条审判还有一个 好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是一元多鬼 还是一元单鬼 我们第一种可能性 是不是 我们可以想象到的 叫做一元多鬼模式 司法院 你还是司法院 所以是一元 我有动你 你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 司法院里面有两种人 有一种人叫大法官 按照79条设置 他专门负责78条的解释宪法 和统一解释法律命令 可以吧 那么77条的事情怎么办 就交给一种人 叫法官 法官呢就去负责 审理七十计教的各种审判 但是大家都在司法院里面 这样不行 可以吧 这样是不是符合宪法的要求 你不是叫我们最高司法机关 要负责审判 我就审理看啊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 现在有一个问题 你们一定会问说 那还有一个大法官啊 还有一个院长 还有一个副院长啊 好 那这时候就要注意了 我们按照所谓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 司法院的院长副院长 是只管 是不管司法行政 他基本上有没有院长副院长都有问题 但是我们 假如你要有院长副院长 那看起来呢 你不能 你不是大法官 那你就不能审判 你不是法官 你不能审判 你不是大法官 你不能解释 那所以你只能干什么 你只能是司法行政 就是由不具有大法官或法官身份的人来担任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的司法院院院长副院长 都是这样的人 举例说林阳岗是法官吗 不是 林阳岗是大法官吗 不是 一直在2003年以后 我们宪法修改了 并且实施了新制 大法官才兼院长 在2003年以前 大院长不是大法官 大法官是大法官 大法官管七十八条的解释跟宪法解释 统一解释跟宪法解释 那院长副院长是两个最高级的行政官 他不是法官 也不是大法官 好 有没有这样的设计呢 有 看讲义 这是在36年3月31号 宪法是36年12月25号开始施行的 他指的36年的3月31号 就是准备要行宪的时候通过的司法院组织法 但是请注意后面那三个字 这个法律通过以后没有施行 好 你们在这里要留下一个问号 为什么法律定了不施行呢 那因为阻力很大 那我跟你们简单的讲个故事 因为这个法律定了以后 当时的最高法院 我们是先有最高法院 民国十七十八年以后就有最高法院 那有司法院是要行宪才开始设司法院 所以有先来跟后到的差别 是大法官后出现 是先出现最高法院的法官 最高法院的法官反弹 并且告诉蒋介石 如果你要实行这个司法院组织法 我们会在行宪的当天抗议 让你难堪 结果呢蒋介石让步 好吧 你们叔不能这样做 我也不坚持 所以这个法律定了 还是没有做的 本来有这种可能 这叫一人多鬼 好 那如果我们去看司法院 当时的组织法 它有很多有趣的问题 我来问一下你们 第一 司法院当时的组织法 第三条说 司法院设大法官会议 以大法官九人组织之 你们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规定 九这个数字 告诉你 它很像哪里 很像美国 这里面的反应 反应出来的是 自现时候的想法 我们希望司法院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 就相当于美国的最高法院 这是当时的想法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写条文的时候 写成七十九条说 只管七十八条的解释 他就没有管到七十七条 那没有管七十七条 也不是说你不能管 但是这是第一种模式 好嘛你们说 我们没有说我不管 那我们就不管 那我们还是司法院 司法院里面有一些叫法官 他去管 这样可不可以 好 再看一下政治协商会议 宪朝原则 宪法起草的第四个原则 看一下这句话 司法院及国家最高法院 不监管司法行政 注意哦 那你会问一个问题 那司法行政谁管呢 在当时的想法 好 说司法行政还是行政院管 那你们仔细想想 如果司法行政给行政院管 司法院引号 真的有办法独立吗 你要人他不给人 要钱他不给钱 我举例说要法院 法院什么都没有 搞不好你坐在菜市场 审判可以不可以 我举例了 但是当时确实是这样想 好再下来 由大法官若干人组织 只有总统提名 金监察院同意任命之 好到这里为止 是模仿美国 因为监察院大体 相当于美国的参议院 所以总统提名 参议院同意 有个制衡 最后一句关键 各级法官需超出党派以外 为什么会加这句 因为当时的人说 我们在没有行现以前 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吗 不是所谓的训政时期 以党治国吗 我们吃足了你们国民党 这个党化法院体系 我们吃足了苦头 所以我们不要再看到这种情况 我们坚决的要求 法官要超越党派 就是不要再受到国民党 以后任何执政党都不能控制 这就是刚以后会讲到的司法独立 或者审判独立的原则 好 第二个条文 这第四条 当时这个司法院组织法 第四条 各法院 司法院要设各种审判庭 有民事诉讼 什么什么各种审判庭 好 那里面有一个大法官会议 又有各种审判庭 那老师当然要问一个问题 那请问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是你管你的我管我的 那如果我们管的事情 有重叠要听谁的 这个问题并没有在那里面解答 没有解答不是他不是问题 只是当时有什么理由不碰他 那这个问题是会碰到的 那等一下你再往后看 老师礼拜六要讲的 我们还是一直不断的产生冲突 这两个 这两集法院之间的关系 好那么司法行政的内涵 司法行政是什么 你不管司法行政 好你可以这么讲 那你觉得司法行政是什么内涵 你要去想一想 法官的调动算不算司法行政 法庭的这个建制 法院的建制 算不算司法行政 好 又比方说司法院的预算 各级法院的预算 这个算不算司法行政 如果这些事情都掌握在行政院的手里 你觉得会怎样 好你这样想一想 你就会怀疑说 诶这个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决定了 怪怪的 我们能照着这样做吗 好 然后往下 我们看第二 这是第一种可能 都在司法院里面 但是不一样 所以是一元多鬼 第二种情形 叫做多元多鬼 多元多鬼 你想象中呢 司法院是司法院 司法院里面只有一种人叫大法官 他只能管七十八条 那七十七条的怎么办呢 在司法院下面设法院 所以下面有最高法院 管理民行事诉讼 有当时有一个行政法院 现在改成一个最高行政法院 好多个高等行政法院 然后下面的民事 第一省法院里面 会有行政法庭 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 所以然后另外有一个司法院下属的 司法院有一个公务员承介委员会 我们没有在司法院里面 有法官审判 但是在司法院下面 我们设了好多个最高法院 好多等级的 好多个不同名字 同一个等级的最高法院 还有高等法院 地方法院 他们去负责审判 那院长副院长呢 仍然是管司法行政 还不是大法官 好我现在讲的这种可能性 体现真正体现在司法院组织法 36年12月25号 刚讲的3月31号没有实行 代判成12月25号 这个时候最高法院就不抗议了 好所以从行线的第一天开始 我们的司法院的组织 就是这一种所谓的多元多鬼 司法院本身真的没有 从事77条的各种审判 所以从第一天开始大家就质疑 这个定位是错的 但是怎么样快已经开始了 所以大家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等一下我们再看 好那我们看一下 当时的司法院组织法 虽然有一些修改 但是没有基本的改变 第一 第三条 他居然设一个大法官会议 由大法官司青人组织之 这里你注意到 他已经把它叫会议了 他不是说司法院就是大法官 只是司法院里面设一群人 叫大法官会议 那这表示司法院是司法院 大法官会议是大法官会议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像老师讲的四字第几号 如果你要前面加标题 很长一段时间 你最好是加大法官四字第几号 那当然2003年以后 司法院就是大法官 那你可以讲司法院四字第几号 但是在以前 那是不一样的两件事情 那为什么17人呢 已经不是9人 不但不是9人 还加了一倍 不是吗 第二个 为什么在司法院下面设最高法院 行政法院跟工程会 这是第五条 还有一个第六条 把第五条里面 原来第五条里面说 院长副院长管行政事务 这几个字给删掉了 那现在说院长副院长 重礼越务 有差吗 重礼越务 还不是行政 他能管他审判吗 他也不是大法官 所以我认为这是没差的 第三种模式 如果你们觉得刚刚这两种模式 都不太符合宪法的要求 那有另外一种可能 叫做议员 注意哦 一个头 所以是司法院 单鬼就一个鬼 那是什么意思 往下看 司法院里面可不可以由大法官组成 只有大法官 那你现在宪法说大法官管解释 管统一解释是78条 OK 你没有禁止我管77条 我把77条也拿来管 所以司法院的大法官 既管各种审判 也管解释 跟统一解释 可以吧 然后再下来呢 如果这样子的话 可能一个问题说你要向美国 那美国没有什么院长副院长 基本上就是首席大法官 是大法官当中一个人兼 好 所以我们现在宪法2003年 我也这样改了 说司法院的院长是由大法官并任院长 并任就是兼任院长 好 那如果这样子变成大法官就是院长 副院长也是大法官 那整个司法院就只有大法官 这个构想呢 体现在全国司改会议88年的7月 这个全国司改会是李登辉办的 你们看到会议就知道李登辉 李登辉开始的时候是国师会议 然后现在呢是全国司改会 小英的全国司改会只能叫2.0版 因为他脱不出李登辉的手掌心 他还不是叫做司改会 当时全国司改会有很多决议 其中有一个决议 其中之一叫做司法院审判机关化 你看这句话就听懂 司法院你不是审判机关 我要把你变成审判机关 所以叫司法院审判机关化 跟长时期以来大家觉得大法官就是一群人 叫大法官会议他们在解释线吧 但他们不做审判 这样不行以后他们也要做审判 好有了这个决议 那么当时的司法院就遵照这个决议 拟了一个改制的计划 它分成三个阶段 先开始的是多元多鬼 然后呢慢慢过渡到一元单鬼的构造 好那现在我们要看图形 你们现在把讲义打开 这个书上老师有帮你们画了几个图 201页 你们眼睛张开看仔细了 那我慢慢讲 我们现行制度是多元多鬼制 表面上司法院是一个国家最高司法机关 但是里面没有法官只有大法官 他只管78 那77条的权力呢 都下放到司法院下属的好多法院去了 所以大家说你这样子不对 明明77条 宪法说也是你司法院的职责 你为什么没有再做 好所以要改吗 那你们现在改制了 看现在翻过来202页 司法院说要改 你改不动 那现在你通过了全国司改会的决议 要把司法院分成审汉机关 那就分成几阶段改 第一阶段叫一元多鬼 我还是一元 但是我要多鬼 好你看 原来几个最高法院不见了 从民国92年到民国96年底 这个是五年哦 那我们要把司法院呢 把这几个最高法院统统并进来 所以呢刑事诉讼有十庭 民事诉讼有六庭 刑事诉讼跟惩戒庭并在一起有五庭 所以加起来是二十一庭法 法官 如果我们照最高法院的编制 一庭法官是五个 所以二十一乘以五 这里司法院将来会有105个法官 加上一庭宪法法庭 当时是十七个 你假如简单算十五个 那就是整个的司法院 所以司法院是不是有大法官 管七十八 然后有很多法官 一百多个 一百零五个法官 管各种审判 这样子是不是一元多鬼 一个头 里面不同的轨道 你看看颜色不一样 这是不同的轨道 原来这个彩色的图 好 那这样子不行啊 那在下一个阶段 从九十七年到九十九年 有三年 我们会把刚才的二十一庭 通通削减成各一庭 二十一 二十一个庭 削减成三十三个庭 所以三庭是十五个法官 一百零五个法官 减掉十五个法官 我们要让原来 进到司法院里面的那个法官 当中有九十个人 从人间蒸发 你们觉得要怎么蒸发 叫他们辞职 还是请你们再回到高等法院 跟地方法院 然后我告诉你 法官无大小 尽管去吧 中国人都是爱做官的 如果你到高院 升到司法院 大家都恭喜你 再从司法院下放 大家都问出了什么事 你怎么了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 法官真的本来应该没有大小 但是没办法 好 那这是一个改制上的困难 你们是觉得政治的 你认为 这二十一庭一百零五个法官 要变成第二阶段的十五个法官 有九十个法官 要从司法院里面不见 当然有些人 会退休 会离开 但是不可能 所有人九十个人 都在那个警院退休啊 那这要到哪里去 你就觉得 这是不是一个大困难 好再翻过来 二百零四页 司法院说 从一百年 我们今年已经一百一十年了 所以跳票十年了 好 一百年一月一要开始呢 我们就是一员单鬼 十五个大法官 既管解释 统一解释 也管各种审判 你们在坊间 听到的 是是而非的说法 大体上是 那是不可能的啦 那你们要叫 这十五个老头都累死吗 这个话 骗老百姓可以 骗无知的老百姓可以 骗有头脑的读书人 是不可以的 但是我们是哪一种人 那我不敢替你定位 你自己觉得你是哪一种 那你听听看我说 这是笑话 我问你 美国大还是台湾大 美国大吧 没有人觉得台湾大吧 有没有这种叶狼自大 说台湾比较大的 不会吧 好那我问你 美国最后法院法官几个 九个 他们怎么没有累死 他们不都是管各种诉讼 还管宪法解释吗 不是吗 那怎么没有累死 那为什么台湾十五个 就会累死 这什么道理 好 所以这个里面呢 是设计问题 那我们先讲一下美国 美国原则上案件打打打 打到了巡回上诉法院 就是终审了 原则上的事 那么你如果不服上巡回法院的判决 你要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申请sassuring 我不知道这个翻什么 我通常是把它翻成以审令 你要他同意这个案件 从下级审移上来 到他这里审理 那么他如果不发以审令 这个案件再下级停了 就结束了 你死了 告诉你 判死刑了 你不要再跟我啰哩啰嗦了 那如果我觉得其情可敏 或者其中有蹊跷 好 我就发sassuring 案子就会移上来 那我们最高法院来审 所以有这个机制 所以这个对台湾只要学会来 就好了 这有什么难呢 你就是九个大法官 美国 你十五个大法官 美国九个大法官 比还要多了 多很多了 对不对 他都没有累死 你会累死吗 你自己会控制案件 简单的讲 如果没有具有宪法上重要意义的案件 你就不审了 就让他在下级审结束就好 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 所以不要用一般人的想法 不要被一般人的想法给糊弄了 说这个不可行 那这个可不可行呢 不一定 但是不可行 不是这个理由不可行 好 这个理由是骗你的 好 那么有关于这个 在我们做成全国司改会的决议之前 大法官实际上就已经先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有人很不喜欢 像苏永青等人 就骂这个大法官说你们根本是月犬 没有资格做这个530号解释 好 那刚才另一位同学完毕 下一位在哪里 好 麻烦你念530 218页 这个跟整个书上都有 好 请念吧 好 好 这句话暂停一下 这句话需要解释一下 首先他强调的根本理由是审判独立 如果你要审判独立 那你是不是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 你没有自主 你怎么能独立 独立跟自主 画上等号 那你要他自主什么 我的审判规则 我能不能自己决定 所以这关键在这里 这中间有三个环节 哪一个环节松掉 你都这个句话都不能成立 如果你认为审判独立 不等于要有司法自主 那这个连结就切断了 好 如果承认你有司法自主 但是你有司法自主 也不能发布有关于审判规则 那这个连结也断了 他是连结一个一个 这样链条接过来 好 那如果照他的论理 有关于最高的司法机关 为了要审判独立 要彰显他的司法自主性 他有权利发布 有关的审判规则 好 那你们可能会问说 老师你现在讲的 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把它记下来 然后回到家里面去查 老师以前有引用过 我们司法院有发布 法官 各级法院法官 办理民事诉讼事件 因行注意事项 各级法院法官 办理刑事诉讼事件 因行注意事项 都是讲程序 这个案子来的 应该怎么办 怎么办 上次老师讲的时候 是市民跟正民 这两个事情有什么差别 当你看到法条 讲正民你要怎么处理 看到法条 讲市民你要怎么处理 这些呢 很像是司法院 告诉下面的法官说 我是最高司法机关 我知道你们办案 会有困难 我发布一个统一的程序准则 你们就这样办就对了 那你觉得司法院 可不可以发布这个命令呢 好 继续 用 好 刚才讲的 这是第二件事情 你作为一个最高司法机关 你除了有权 可以制定有关的审判规则 你还有一个权利 你要监督下级的机关 确保人民的诉讼权 不要被滥用 好 继续 好 所以他到这里 他的第一个结论是说 你因为是最高司法机关 所以你有司法行政权 你第一个权利是制定规则权 第二个权利是行政监 司法行政监督权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你看最后一段 是引起争议的 来 继续 司法院 司法院属审理 你上开事项之大法官外 请本身警局最高 请司法行政之官 是不是我刚才讲的 司法院到他解释的时候为止 这是九十年 然后九十年的时候为止 这个时候呢 根本基本上呢 司法院里面只有解释权 然后呢剩下就是 司法院是国家最高司法行政机关 里面有院长副院长 就这样子而已 好 以致 至使最高司法审判机关于 最高司法行政机关分明 会其符合司法院为 最高审判机关之至限本 跳过 字音 音字 黑字 跳到黑字 音字本解释 音字本解释公布之日期 二年内中检讨修正 好 这个530号解释 他有没有在呼应 我们刚才全国司改会的决议 全国司改会要求 司法院要改制成为 最高审判机关 那530号是借着 人家来质问 申请解释 说司法院 你有没有权利可以制定 刚才我讲的 各级法官办理什么什么 案件 阴行 注意事项 这件事情 是不是只能有立法院定 你凭什么定 大法官说 当然可以定哦 我是最高司法机关 也是我最 我是最高司法行政机关 我不定怎么能够 确保司法的独立呢 但是大法官说 这有一个前提 你必须是最高审判机关 你才能作为最高司法行政机关 你现在只是司法行政机关 你不是最高司法审判机关 所以这样不行 你们要改过了 所以他是在呼应 刚才我们讲的全国司改会 要把司法院审判机关化的决议 那时候没有动 他在push他说 你要这么去动 那这个事情是有争议的 那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现在先不管他 但是这个530号解释的意思是说 只有最高审判机关 才能兼有最高司法行政权 简单讲 你才能够发布规则 才能做司法监督 你如果不是 你就不能 好这句话有话中有话 那你不是你是什么 你是司法院 那你不是最高审判机关 你凭什么去监督审判 简单讲就这样 所以呢这样一逼的结果呢 他说那你其他现在不是的 赶快两年内要去做 好我们刚看到了司法院 后来提出来的这个要求 好那下面呢 100年1月1号距离现在 已经很远很远了嘛 可以简单的讲 那个图形统统没有实现 你们刚才看到那个图2到图4 通通没有实现 所以全国司改会是大票 是拔大票 每一张都没有实现 好那现在已经隔了10年 就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小英才有第二阶段 但是这里还有别的问题 好那你下面看到呢 我有提了很多个草案 基本上呢要注意的是最后一个 宪法诉讼法找到了吗 是107年提出来的 然后呢现在呢已经通过了 预定呢明年 109年通过 130年 那么100 明年111年吗 就要开始实行了 2019年通过了 不是109 好 这样清楚了 所以要注意的是这个 明年到老师上课的时候 如果我们还在这个班上的话 那老师一定是考那个新的 不会考这个旧的 明年要考律师的人特别惨 还准备去逆付一个新的制度 那这个新的制度呢 不至于说是 中国3000年来未有之变局 不至于那么严重 但是确实是有重大的改变 好我们等一下再讲为什么 这样可以了吗 好来现在看有关于 比较违审查制度的问题 我们司法院有两个部分的权利 有一些部分是审判 我们下讲再讲 我们现在只讲78条解释宪法 好解释宪法是我们的用语 宪法的用语 好但是别的国家 学术上的名字 我们会叫唯宪审查 那你看英文字 通常叫constitutional review 有个都讲的很具体 那就是judicial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ity 这需要解释 judicial review是司法审查 但是是什么东西的司法审查 它不是合法与否的审查 它是合宪与否的审查 所以是合宪与否的审查 那就是唯宪审查 好所以老师定义的是 唯宪审查就是由司法部门来审查 加两个字并宣告三个字 审查并加三个字 审查并宣告国家机关决策 是否合宪的一种权力 这个力要是注意是力量的力 这是司法权的一种 司法院的权力中的一种 我们司法院有权 来审查宪法上其他的国家机关 他们行使权力 有没有合乎宪法的要求 好那这个呢 也是现代立宪主义 我们这个学期一开始就讲的 所谓的constitutionalism的一环 那你们要是厉害的人 就要问说 为什么 没有这个不行吗 简单的讲 没有这个呢 叫做上一代的民主 有这个呢 叫做现代的民主 因为民主跟法治 是要有一种紧张的自衡关系 你可以想像德国 德国也是透过选举 纳粹上台的 纳粹要杀人也是有法律的 然后他也叫法官去按照他 通过的法律审判 他也是审判把你处死的 那你觉得怎么人权 怎么没有保障呢 简单的讲 那如果法官或者是其他的立法院发封了 国会发封了 他们制定了侵害人权的法律 没有一个机关打得住 所以我们后来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普遍的反显 才设置了违宪审查 老师讲过 我们的违宪审查 在我们的宪法是非常进步的 你们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 说这个宪法是什么什么 就丢到垃圾里去 你写一个不见得写得比他好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 每一个人一旦得势 就是集权升天 一切通通推翻出来 那你觉得这样会进步 你可以再来一次 来我们看一下类型 类型要注意下面的几个区分 第一就是集权式跟分权式 你看英文字叫centralized 或者decentralized constitutional view 好 为什么老师不跟其他某些人 一样叫做集中式的违宪审查 为什么老师叫集权式的违审审查 我们现在要老老实实的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讲的事情 意思是违审查的权力集中在一个国家机关的手里行使 而不是分散在很多机关 如果你讲司法机关 司法机关当中只有一个机关有违审查权 其他的司法机关没有违审查权 我们的法院那么多 只有司法院的大法官有这个权 其他的法院 其他的小法官都没有这个权 所以我们是集权式违审审查 那么为什么不叫集权偏要叫集中呢 因为讲的人说这个集权不好听啊 这有什么不好听呢 这事实就是这样的 集权不一定是坏事 我们把违审查这个权力集中在同一个机关 这样一定不好吗 你要跟违审查是干什么 它是保护人命的 怎么不好呢 那分权式的违审查 意思就是它是很多 所有的法院都可以用 好你想一件事情 你看看Trump是不是很凶 他一下说哪些哪些穆斯林的国家 那些人不可以入境美国 好结果呢烽火遍地到处告 一告的结果呢 居然是小小的一个什么联邦 什么什么法院 就把他下个运营 injunction就挡住了 说不能实施 美国人有在检讨说 怎么可以给法官这么大的权力 他不是联邦最高法院 还没到嘛 这个小小的法官 每一个法官 他要用法 是用到法律 他都要问这个法律 有没有合线 他都可以解释宪法 所以他是分权式的 这样讲有听懂吗 好那你现在来看一下下面的几个点 第一 你们一定问我一个问题 老师为什么有的国家是分权 有的国家是集权 我跟你们简单的讲 这个理念呢 是有历史缘故的 说得白一点 当一个国家当初 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 法院是站在哪一边 站在人民这边的 那么所有的法院 都会给人民得到 得到人民的信任 所以每个法官都应该有 回线审查权 但是如果当时的法院 是站在统治者这边 来压迫人民的 那你觉得我们还会给他这种权吗 那不行的话 我们就会在普通法院之外 专门设个法院给他维建审查权 像德国是联邦宪法法院 不是普通法院 我们是大法官不是法官 德国法国是宪法委员会 也不是普通法院 就要明白 就是在历史的过程当中 有这个典故 那英美法系的法院 奇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必须要挺人民 一下我们跟人民 站在一起 所以如果革命成功了 给他们法官 有违禁审查权 有什么不对呢 那当然没有必要 再去另外一个法院 第二个 对我们这种后进的国家 我们要想一个问题 我们是让一群 单独的一个法院 还是让所有的法官 所有的法院 都有违禁审查权 在决策上面有什么差别 决策的意思是说 当你做成了判决 是产生了影响 我刚才讲的特朗普就是一个 当你是一个分权式的情形 只要有一个法院的法官 他就可以挡住你了 所以特朗普不是很生气吗 特朗普说什么体统啊 这成什么体统 我总统下了命令 就个小小的法官 就把他挡住了吗 那你怎么办呢 他制度是这样的 好返回来讲 如果我们担心司法不独立 那你觉得是所有的法官 都有违禁审查权 比较会司法独立呢 还是只有大法官 有违禁审查权 司法比较会独立 所以等我讲 我现在讲这两个相反方向的话 你去想想看 怎么做的比较对 我现在只跟你讲说 他有制度决策上面 decision making上面 他会有这种差异 好 第二种分类 叫做抽象审查 跟具体审查 看英文字 extract review 跟concrete review 那我们先讲具体审查 因为具体审查 因为具体审查容易懂 不是具体审查的 你就可以把它通通 找到抽象审查 这堆里 好 什么叫具体审查 具体审查 按照美国的标准 如果你要法院 来审这个案子 你必须是case or controversy 所以老师在这里叫做 cases or controversies requirement 什么叫case or controversy 什么叫做案件或争议 如果你不是案件 你不是争议 你就不能到法院 所以法院只能管个案 那案件或争议 有四个要件 第一 提起诉讼的人 他必须具备原告事格 英文叫做standing 换句话说 你要有立场 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对诉讼结果 没有实质利害关系的人 他可以提起诉讼 来浪费司法资源吗 比方说我的手表掉了 你去替我告 法官说 这个手表又不是你的 你来告什么 你糊弄我吗 你嫌我案子太少吗 你有什么实质利害关系 会认真地进行公法 把手表拿回来 你有什么利益 因为告一个也不是你的 我干嘛让你告 所以在案件里 第一个要件 第一个判准 就是你要说它是案件 提起诉讼的人 对这个案件的结果 要具有实质利害关系 他输了他会痛 他一定会欢喜 你没有这种要件 他不会认真诉讼 那是在浪费司法 所以我不让你告 简单讲是这样 第一个要件 第二个要件 要事实的系数 你看 real and actual controversies 这个上次老师上课的时候 有讲过 我再讲一次 举例 夫妇两个人吵架 吵架的时候 吵得不可开架 一个要离婚 那时候是半夜三更 好 他们到法院去告 法官说呢 现在三夜三更半夜 你们这有什么急吗 天亮再审 不可以吗 好 到天亮的时候 两个人床头吵 床头吵架 好了 和好如初了 那我请问你 你是法官 你说昨天晚上你们来告 对不对 好我现在开始审理 你可不可以跟他讲说 法官 我们已经好了 什么好了 你告了 告我就一定要三 可以这样吗 这是 表示什么 我们当时有争议 但是现在争议过去了 没有争议了 这种我们叫做 Mootness Moot 已经结束了 两个人可不可以和解 和解就没有争议 没有争议的事情 你不能来问法官 另外一种情形 我们可以想象的是 案件还没有成熟 你来告 举例说 我怀疑我们隔壁的人 他有杀人狂 他想杀我 我每天都觉得他在监督我 我觉得每天他都准备武器 要对付我 我来告法官 然后请求法官把他抓起来 法官说 他做了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 我只觉得是这样 他什么都没有做吗 是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伤害你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会伤害我 他将要伤害我 马上一天就要来伤害我 可能法官觉得你这个人 就被迫害了那么小镇 是不是 但是他没有具体的行动 他没有对你造成什么伤害 你也没有产生什么实质的争议 你是在幻想 It's very remote 很遥远 It's very speculative 你是想象的 不是real controversy 这个也要审 那法官只能审得完 法官他心理医生好了 所以他不会审你这种案子 所以想想看 当你葡萄没有成熟 你不能吃 葡萄掉到地上 变成烂泥巴了 你也不能吃 只要这个葡萄刚刚好 有争议到你面前 你才能判断 那这有什么原因 我有别的地方有讲过 老师的书上有写过 你们有这个权力分立的人自己去看 基本上这是为了使得司法的判决 尽可能接近正确所必要的 没有争议的时候 很难判断什么事情是对跟错 要具体的争议容易判断 第三个是事件的性质 适不适合交给法院来审判 这就是上次我们讲过的 如果它是政治问题 这种问题 老师已经定义过政治问题 就是从司法的观点来说 没有一个是非 没有一个答案的这种问题 那就是政治问题 我们法官无能为力 你觉得美国承认中华民国 还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这个要法官怎么办 你可以说三十年合东 三十年合西 在尼克森时代怎样 在现在怎样 这种事情我没有办法看 协法也没有标准说要承认哪一个国家才对 这种情形就不是属于我们法院能够帮忙的 所以这类的问题都不能 那我除了这类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我不敢说 但是基本上政治问题不能处理 不能有法院审判 你来法院告 我法院做的判决是有拘束力 不是仅供你参考 你不要搞错了 你问律师是仅供你参考 你问十个律师 十个不同的答案 你要听谁是你加二十 但是你到法院来判 他一判下去 这个判决就有拘束量兆当事人的效率 所以他不是跟你玩假的 他是有拘束力 他不是提供咨询意见 这几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呢 你就是有案件 你就可以来报 那所谓的这个抽象解释呢 就是不是这种情况 那我们典型例子下 我们现在这种 你针对一个法规 我没有讲它适用在哪个案子 也没有谁跟谁产生争议 就是我看不懂 我有怀疑 记不记得二号解释 你有疑意 不是有争议 你就可以来问 这就是抽象解释 疑意的时候有没有原告 好像有申请人 原告跟申请人一样吗 请问我去申请跟解释 我输了 我一定会有利害关系吗 立法院来申请 立法院赢了跟输了 立法院委员会少一块薪水吗 他跟我打官司 我的土地 我打赢了打回来 打输了就丢掉了 你说有没有差别 所以他没有辞职的 这种真正的利害关系 那事实系数等等 也都是一样 不再细讲 这是第二个分类方法 第三个分类方法 叫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 后面这两个字呢 apriohi跟aposteohi 这都是拉丁字 拉丁字有不同的念法 因为怎么念拉丁文 现在人也不知道 那些人都不知道 哪里去了 你问现在的罗马人 或者现在的意大利人 他讲的也不是拉丁话 简单讲就不知道 所以原则上 你用法文念 用德文念 就比较接近 用英文念是更远的 因为当时的情况 英国还很话外之地 但野蛮人 另外一个系统 那什么叫事前审查呢 就是我要审查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已经生效了 如果已经生效了 那就是事后的审查 如果还没有生效 我就来审查 这叫事前审查 那我们以我们的法规审查 做例子 比较容易懂 立法院通过的法律 已经开始生效 我才来审查 他是不是和谐 这叫事后审查 如果立法院通过 但是还没有生效施行 就有人来问我 我也可以审查 那就事前审查 你可以想象呢 事前审查 是不是对立法者 比较不尊重 那事后审查 是不是比较常见 现在全世界的国家 等一下我们看下面的表 就知道 我的理解 主要的国家 只有法国 只有法国 是事前审查 法律还没有生效以前 就要来问 审查委员会 有没有和谐 法国什么都跟人家不一样 我上次讲过 对不对 我讲过这个例子 那样印象吗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你头脑怪怪的 这个是不是头脑怪怪 我们一般人是说 这样对不对 Taka Concrete 这样子 法国人是这样 法国人什么都跟人家不一样 就对了 简单就是这样 好 就他们制度也不一样 你看他搞一个半总统制 不觉得很奇怪吗 他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就对了 好很有趣的 第四个 咨询性的审查 跟居数性的审查 我刚刚讲的 做成你以后 审查的结果 没有居数力 我们是有居数力的 下一位 麻烦你念185 看一下185号解释 来 找到了吗 这一位是谁 这一位是谁 是 你懂不懂的 听懂了吗 你看 你们喜欢被怕法官的解释 被到最后头毛会坏掉 就是嘛 他没有跟你讲为什么 好 你看有老师右边讲的话 问题是 你可以统一解释线 你可以解释线 统一解释法 所以你就当然有一般居数力 这样说怪怪吧 不够 你应该要讲的是 我们是采用抽象危险审查制 我们是针对法规做审查 法规的制定是有一般效力 那我宣告你所通过的法规 何限与否 当然也应该有一般效力 你要这样讲 我们就通了 我没有反对他的结论 我只是觉得他的论理不够精准 我再讲一次 你说你有解释线法 跟统一解释法律命运的权 所以这个解释具有 一般居数力 一般居数力是什么意思 就像法律一样 居数全国各机关及人民 这叫一般居数力 我管你是谁 你只要在我的辖区内 在我中华民国管辖的范围内 通路得听完 可是我没有听你讲理由啊 为什么当然是 自有一般居数力呢 我认为你应该要讲 我们是抽象审查制 抽象审查的对象是法规 法规 法规是具有一般居数力的 那我们审查法规 何限于否 当然也应该有居数力 应该也有一般居数力 这样讲就通了嘛 这样有听懂老师讲话的意思吗 好 下一位再念第二 同一位再念第二段 确定 好 下面那个判例不予原用 这句话你念完以后你听得懂吗 这句话很难懂 有没有很难懂 确定中局裁判 好 比方说最高法院的判决 确定了 他里面用了一个法律 或用了一个命令 那么你们来问我们大法官 我们大法官说呢 那个法律或命令呢是违宪的 那么请问这个解释会怎样 大法官说 哦 那这个已经不是法律见解奇异的问题 什么叫做不是法律见解奇异的问题 你用了一个被我们宣告为违宪的法律 或命令作为裁判 那么是不是你这个裁判的结果 也应该要撤掉重来 法官要依法审判 但是法官依法审判的前提 是依照一个合乎宪法议制的法律来审判 你觉得这个法律违宪 所以你来申请解释 或者人民最后确定中局判下来 他确定这个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是违宪的 然后问大法官大法官说 对对对是违宪的 那么你依照违宪的法律或命令所做的判决 是不是也应该要违宪 那你还可以跟他讲说 这个是法律见解奇异问题吗 有那么简单吗 已经不是见解奇异 不是说我们见解怎么认定的问题 而且那个法律本身已经是不对了 已经是不对了 那当然你就不能产生拘束力 不能产生拘束力 那剩下来的一个问题 我问你 你是那个申请解释赢的人 而是那个确定中局裁判输的人 你是那个人 你输了你才来问大法官 就是大法官问了你赢了 那么请问你这个该怎么办 你就接受吗 那如果是这样你真的很伟大 你胸襟非常的宽宏 你打了半天打赢了 然后你说算了 还是你觉得 那要把原案解释给我翻掉 对不对 要不然我打官司干什么 我问你先把解释干什么 好 所以这就会接受到 我们等一下会再讲呢 177、188号解释的问题 所以大法官会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那应该要允许你可以申请再审 这里面好像掉了一些文字 这个文字 现在的老师这里的文字 那个建议宣帮我记下来 这个185我们再查一下 我们掉了一段文字 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 好 这等一下我们再来处理 好到这里可以了 好 另外一个问题是 我们大法官宣告一个法律违线 那么这个法律已经生效了 比方说这个法律是 今年是100年 不要说100年 100年太监制了 我假定这个法律是95年好了 95年1月1号 95年1月1号 生效施行的 95年1月1号 那么今天呢 假定呢 这个大法官做一个解释 我说他违线 那今天假定是100年1月1号 那你觉得这个法律 这一段期间 从95年到100年 还有没有效果 大法官做说 正解释说 这个法律是违线的 那个违线的效果 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 大法官一下头说 是从我们解释之后开始生效 通常是解释以后几年 但是也可以是解释 当天开始生效 但是从来没有说 解释之前 硕起它生效 如果要硕起这个 从95年到100年中间 这个法律实行的人 刺无限 通通要归于05 所以我们大法官也会这样做 因为这个影响法的安定性太大 所以大法官通常会说 从我宣告解释那一天以后失效 或者那一天以后 几年以后失效 记不记得748 叫他做什么 748是没有定 那有定的规定 有的规定 通常是两年 一年以后失效 也没有立即失效 以后极少数的情况 会立即失效 一般来讲不会说起 好 那这是我们讲的情形 第二个问题 如果你是那个事件的当申请人 你赢了那个判决 你赢了大法官的解释 那大法官说 你可以根据我的 对你有利的解释 去申请再生 好 那你一定得得到吗 这里要注意几个解释 就是现在讲义上的177 188 725 741 725之后 请你加上741 好 现在我们把这几个念一遍 你大概就会懂了 来 下一位麻烦你念177 177号解释 177号解释有点复杂 慢慢来 这个也不是我 我故意搞得这么复杂 下一位来 快点 确定判决 好 注意这句话 什么叫消极不适用 我应该用这一条 我不用这一条 我不用这一条 确实产生影响裁判的结果 本来应该以赢的 本来应该胜数 我就变败数了 好 自数 好 所谓适用法规 嫌有错误 一般人看 是我用错了条文 但是我明明有条文 我不用 这叫不叫用错条文 这也算用错条文 我积极适用法规错误 跟消极适用法 消极不适用法规 都是所谓适用法规错误 你听得懂吗 所以你应该可以同意 这个大法官不是死骨不化之人 主要的是 不管是积极适用错误 还是消极不适用错误 它都产生相同的结果 影响裁判的结论 你都输了 那不然你会来告吗 好 再往下 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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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再审 本来这个案子 已经确定没救 但是这种情况 另外你可以提起再审 然后继续 好 从这里开始 你把权益两个字圈起来 大法官的问题是 什么权益啊 什么权 什么益啊 他就没说清楚 他没有说清楚啊 老师一直强调的 这是诉讼权 我去打官司 我希望要打赢 要保护我的权利 我如果受了不平 我要平反 所以这个权益不是财产权 不是参政权 不是什么权 好 大法官始终没有讲 好 这是177 下一位 麻烦你念188 中间还有别的 就先不管 188 好 这样子听着 我们刚才讲的是解释 跟统一解释 现在他讲的是统一解释 是这样子 那实际上解释 他也是这样子 基本上 这是向后生效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725 下一位 725 下一位 然后要跳741 刚才的177跟188 以后 基本上 如果你是 原确定中局裁判 受有不利影响的人 通常是败诉的人 你会去申请大法官解释 大法官解释 如果解释的结果 如果对你有利 你取得了有利的解释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看一下725 好 暂停一下 这里第一件事 是本案牵涉到 是人民申请解释 不是机关申请解释 第二 人民申请解释 而且是淫恶 淫恶是有很多类型 这种类型 是现在最常见的 大法官不是立刻失效 说法律立刻失效 他说细征法律定期失效 比方说 你只能再两年 两年以后 你若不改 两年以后就这个法律失效 好 那这种情形叫定期失效 好继续 申请人就申请事件之缘 民申请求 去你的祈求 再审多期待就行 好 这样子听懂嘛 这跟刚才都一样 要不然你打官司 打赢了干什么 打赢了 就是要再审 好 那再审的情况呢 不是只限于立即失效 定期失效 要也要再审 好 那为什么会有本案 来申请解释呢 因为他的情况 就是有一点麻烦 好 如 继续讲 如 如本院解释 就是任何案件 具体称究竟要再审 好 在过去 我们只讲到说 像你刚看到177 185 还有188 他就说 你因为判决 因为解释 你就根据本解释 申请再审 现在的问题出来了 法律规定再审 要在确定中局裁判 五年以内 确定中局裁判 确定五年之内 你要提起再审 现在的问题就是 在大法官的解释 跟这个五年 常常会产生一种比赛 大法官 不是你来申请 我立刻就可以处理 好 如果我做成解释的时候 过了这五年期限呢 那你就没救了 你不能再审 我讲完你也没有办法再审 不是吗 因为再审有五年期限 那如果是在再审五年期限之前 比方说一个月 我们大法官做了一个解释 那你觉得一个月 我做了解释 人民就设不到一个月 要完成再审 他做得到吗 好 那现在刚刚讲的是 这种情形 有一种情况呢 是定期失效 好 现在讲725是定期失效 我们现在说 这个法律违禁 但是我给你两年 从102年1月1号开始失效 那么请问你 在这个没有失效之前 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 那到底该怎么处理 你可以先申请在此 对不对 那法官说 那个法律就已经被大法官 宣告失效了 那只是还没有马上失效 差一点点 那你在这段时间 你再怎么 这个没有意义啊 我就不处理 还有一种情况呢 可能是在这里 好 所以大法官现在碰到的问题是 当我们自己创造了 定期失效的制度 我们又看到法律 对于提起再审 有个再审不去 再审的不变期间的限制 五年就是五年 不能改 五年长 那这个时候呢 当事人的权利怎么去保障 他有可能会错过 所以大法官这里告诉你说 如果我们在做成这个解释的时候 我有告诉你 原因案件 原因案件的申请人该怎么办 我也给你讲个救济方法 那你照我的救济 好继续 如畏律之救济方法呢 则 好吧 反正他会要完呢 对不对 快要结束了嘛 那假定102年失效 那立法院在101年12月31号通过 还是来得及啊 那你就照新法令去办 最糟糕的是 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是下面这种情况 这个判例里面说呢 那这种情况来告呢 对不起啦 那你就没救了 你看下一段 最高行政法院判例 最高行政法院 整个新年判字 第六一号 这个号码都不重要 下面讲的事情是这样 来继续 四法院四字第一 反正说 就是讲新年 所以四法院四字第一 177号也就是177 对 185 重申177 说 虚 虚解释文 文位 据解释文 为 定 违宪法令 失效日期 对于申请人 具已申请之 案件 方便有塑集效率 好 如果那个解释 没有规定 没有另外规定 违宪法令 失效日期的话 那么对于申请人 具已申请的解释 才会有塑集效率 那通常大法官 会在解释文里面说 那个定期失效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不会有塑集的 他不会塑集怎么办呢 如 如今解释 确定 中举判案 所使用之法 違憲 且该法规 一定是限内 上属有效者 对 这是不是定期失效 在没有失效之前 讲定两年 那这两年内 是不是还是有效 继续 字母重 对于申请人 具已申请之案件 发生素 好 那请问这个人该怎么究竟 看一下老师右边的说明 细征判例 何以不可取 为什么大法官 一定要把它宣告为危险 因为他没有办法贯彻 申请人 获得有力解释者 就可以例外塑集 适用有力解释 寻求救济的意思 我们本来法律宣告危险以后 是不会产生塑集效应 就是向后向后走 但是有特殊例外的情况 是原申请人 你要给他救济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等于是例外的 对一个已经确定的裁判 他又可以塑集 重新要去寻求救济 那你要能贯彻这个意思 不然他的诉讼权 就没用了 好 那下面 这个刑事诉讼法这个规定 来往下 你念一下这一段 这有点长 刑政诉讼法273条 刚刚念过了吗 没有吧 来 你有没有这一段 有 找到了吗 刑政诉讼法273条 第二项规定 刑政诉讼法273条 第二项规定 确定终局裁判所适用之法律 或命令 经司法院大法官依当事人之申请解释 所以跟我们前面的几个解释的情况并没有不符 那你不能够说 只有立即失效 你才给他救济 你说177185是这样 好 那以后我们没有再用定期失效 这个真空 本来要限制出境的不能限制出境 那怎么办 所以大法官通常不会这样 一定要给立法者一段时间去补证这个缺点 所以大法官才会发明定期失效 然后你现在跟我讲说 你177185都是立即失效 所以这个当事人无救 你宣告他定期失效 所以他就不能申请解释 大法官说你误会了 好来我们看一下老师的协同意见书 依据核限制法律 你能找到 依据核限制法律进行裁判 以至宪法上司法律上司法 前提 我们说依法审判的前提 是依据核限的法律审判 则 我确定终局裁判所使用之法律公司 所以或其使用法律公司 所表现至限制 请大法官组终局裁判所使用法律公司 认为宪法律公司 请受不利确定终局裁判所使用之法律公司 或其他就依据核限制法律公司 是啊 那我的诉讼权是假的吗 你適用的法律都被大法官宣报违宪 然后你说我不能救济 那我要干嘛打这个官司 我的诉讼权保障到哪里去了 好,前接 前接4次第177号警示 前接4次第177号警示 解决核限法保障的律审判所使用 30年后奉告警示虽重生 申请人就申请示限制的明案件 请得去请求赛神或其他救急 但就其合理毕竟此之身 甚至于人未能具体理产 都会以退出为人行 我的意思就是 你大法官你去讲清楚是干什么 你不讲这句话 好,你不讲这句话 马上又来案子的 这是725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741 741就是针对725做的赌救 真是不幸 又是我言重的 来 741下一位 法官本愿成就人民申请解释宪法 宣告申请人 据以申请去确定中 其改判所使用法令 于一定期限后施效者 各该解释式申请人均得就其原因案件 据以请求赛神或其他救急 好,这句话重点是 各该就是那个解释的申请人均得 那个解释有四个人申请 那四个人都可以根据那个对他有利的解释 来申请大法官 来申请原来的法院 原审法院再审 这样假如听懂 都可以 所有的原案件的申请人都可以 以725解释来讲 假如725解释有七个人 那么现在呢 当时原因案件是四十个人 结果只有七个人来申请大法官解释 那你七个申请人 每个人都可以根据 因为你来申请 我就根据那个 你就可以申请再审 好,然后本院 跳到本院 本院四字第725号解释 前所为定期 施效解释之原因 案件意有所适用 你这个前字要接在哪里 本院四字725号解释前 在我之前 所为定期施效的解释 也有其适用 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在补充四字725 为什么要补充四字725 来 往下看 你念一下 一本 我的见解 我的协同意见书 以本席的理解 本院所为定期施效的解释 其申请人及的旧行 全印案件 距离仅求再闪破其他的 好,这是银号 这句是银来的 这个意思 好,来 本院自四字第177号 第185号解释以来 所确定的 具有一般居住地的 签访规范 这是本来就是这样的事情 不带多言 好,继续 四字第725号解释 于此 因此并无丝毫分析 事实依然 仅重生四字725号解释之一 因此而已 好,那为什么没有都没有改变 为什么要做741呢? 你们问这很奇怪的问题,对不对? 如果照你看我人的理解 这根本就是一贯 从177、185到725到741 就是这个意思啊 谁申请解释 那个人 他如果得到有利的解释 那一个申请人 他就可以去申请再审 你不能阻止他这条路 不然他就没有诉讼权 他的诉讼权就落空了 好,终上 终上很习以为解释文 能修正明 解释文掉了一句话 好,那就是这一句 未贯彻宪法保障人民 诉讼权之意志 凡如何如何 这样才可以 唉,这有点复杂 因为那个 741号解释里面 先说出现到 刚才那个君字 就是那个解释里面 有一些人 他没有来申请 那这些人 到底可不可以得救 大法官说 只要你申请有利的解释 你曾经有过 那你即使后来没有再来 你一样可以 好,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只要你是原解释的 原申请人 你因此获得有利的解释 那你东通可以去 就这个意思 所以没申请还是不行 没申请还是不行 当然不行 没申请解释 你没有贡献 所以叫你躺在上面 你不做事呢 所以你要去申请解释 所以假定我们 原因案件事实 有四十个人 最后呢 有十个人不服 来申请解释 就是那十个人 每个人都可以 不能说那十个人 再分说有谁有谁有谁 那十个人都是可以 来申请再生的 简单一样 就是可以这样子做 好,这个是 讲得这么细 回到刚才讲刚 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让你们知道 我们现在的操作情形 好了,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 操作的典范 下面这段文字很长 我不能念 你们看图形 我用讲的就好 请你们把奖励找出来 找到哪里呢 找到这个表一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目前 按照刚才讲的四个 回线审查制度的判准 我们是集权 还是分权 我们大法官 现在所有的解释途径 通通都是集权 因为在中华民国境内 只有司法院大法官 能解释些法文句号 那我们是抽象 还是具体呢 我们全部都是抽象 只有另外一个 一个另外 是违宪政党解散是具体的 好 那为什么抽象里面 老是有的话的 比较像具体这边打勾 因为这里面有程度上的差异 举例说 法官申请解释 请问法官申请解释的时候 法官所上有没有具体个案 有 他是在具体个案里面 他要这么适用法律 他其实觉得不妥 他跟抽象的立法委员 通过了法律 然后说我觉得这个法律不对啊 这个有没有案子 没有 有程度上的差异 但是为什么他还是抽象 因为他仍然问大法官 那个法律 对不对 他没有问那个法律 在个案这么用 对不对 没有这样问 所以他不是个案 这样有听懂吗 好 那为什么这个具体审查 有一个呢 那 这个要件按照宪法征修条文 还有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的规定 基本上是那个政党的宗旨 或者是行为 违反了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我这样讲的是不是某个特定政党 做了某一件事情 或者写了某个宗旨 写在党章里 所以他是个个案 他不可能抽象的 这样听懂吗 好 再下来 第三个 在我们现在的大法官 一定都是事后审查 没有事前审查 一个法律没有生效以前 你不能来问我那个法律 有没有和限 然后我们所有的解释 都是有拘束力的 不是仅供参考 好 现在看表二翻过来 我现在讲的就是好多个paradise 看最左边一栏 法国有所谓的宪法委员会 讲义上面有字 Le Conseil Constitucional 他是典型的抽象危险审查制 典型的 因为他基本上没有具体审查 那么你来问 一定是问法规 你不是问个案 个案是普通法院 只有法规才是极权式的 宪法委员会来做的决定 好 那他是不是都是极权式 是 那他是不是抽象审查 是 有没有具体审查 没有 他只有申请人 你看下面很多种申请人 一直到2008年 才有第二个黑点 以前都不允许人民来申请解释 他们觉得人民 为什么来抽象的问这个法规的问题 没有医药 但是2008年修宪以后 他们允许人民 就他现在要进行一个具体的案件诉讼 那个诉讼里面会用到什么法律 那个法律他认为抵触宪法 那他就可以来申请宪法委员会做审查 那法国是我现在所知道的唯一的一个事前审查制的国家 简单的讲呢 当法律充过了以后 还没有总统还没有公布以前 如果他们认为这个还没有生效 那么他们认为这个法律有问题 就可以来就必须来申请解释 一旦法律公布以后 照他们的说法 照他们法国人说法 就不能再来申请宪法委员会解释 因为法律照卢梢的说法 卢梭的说法 法律是人民的总意志的表现 这是一个general will of the people 这个general will of the people 怎么可能错呢 不会错的 所以一定是这个will还没有表示之前 我们让宪法委员会去审他有没有问题 等这个general will一旦realized 你不可以再审查 某个意义上说是不是很像英国 国会至上那种想法 怎么国会会错呢 不会啊开玩笑 人民的总意怎么会错呢 好那你一定要宪法委员审查 我就在人民的总意表达之前 法律通过还没有生效之前 赶快来申请 看要不要解释 所以你再想一想看 法国的宪法委员会 是不是非常像国会的第三院 Asombray national of 这就是众议院通过 然后参议院 ZENA也通过 那你们第三院 LE CONSTITUTIONAL 你们觉得有问题 所以你不能通过 但是你可以把通过的给否决掉 你像是消极的第三院 而不是积极的一二院 你积极的一二院才能通过 通过还没有生效 你第三院可以踩刹车 所以你觉得它是不是叫第三院 听懂我讲话的意思吗 看最右边另外一个paradom 一个典范就是美国 美国是纯然的具体审查 因为美国的宪法第三条 第一句话就是说 所有的案件和争议 是属于联邦司法权管辖的范围 所以联邦司法权只能在案件或争议中行使 那在这样的理解下 如果你不是案件或争议 你就不可以来到法院 法院就只能管具体的个案 所以法院就是个案裁判的机关 所以在这种理解之下 所有的法官都可以 为什么一定只有联邦罪法院才可以 那具体审查刚刚都讲过 他一定是事后审查 他也只有产生个案拘束力 那理论上说是这样的 那只产生个案拘束力 那请问你 他为什么又会联邦罪法法院 会不会有那么样的重要呢 这个图形好像上次老师画过一次 我可以再画一次 因为整个美国的金字塔的系统 这个是联邦罪法法院 下面有13个巡回法院 Circuit Court 然后下面有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法院 那比方说我是A 我用A表示A地方法院 那我的判决 只我在我的这个辖区里面 我有判决先帝拘束的原则 我只管到这里 那你是B 这个地方法院 你跟我不一样 所以你跟我产生的见解可以不同 我只要统一我的见解 你管你我管我 那如果我们现在见解不一样 那你叫他循回上次法院 上次法院也是管他的 那因为我虽然都只有产生个案拘束力 可是呢 他是最高的 全国都归他管家 那么我们讲 一年到最高法院 自己不会打自己的嘴巴 他不要自相矛盾 那他所做的 虽然是法律上讲 他只有个案拘束力 他只能拘束这个案件的个案当事 但是因为他是最高的 大家都知道他已经这么讲了 所以你其他的就去跟他走 所以他会产生事实上的一般拘束力 跟我们大法官讲呢 他是当然产生一般拘束力不一样 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 你还是去挑战他 但你不容易赢 除非最高法院会自己去办他的见解 不然你就是输定 你跟他见解 他会有事实上的一般拘束力 理论上讲 他只有个案拘束力 来 听说 刚才说法国事前者 好像那个诉讼当事人 诉讼当事人 他没有诉讼当事人 在抽象审查制的国家 永远都只有申请人 所以大法官其实也是申请人 对 他是申请人 你看左边这里 总统可以申请 总理可以申请 国会两院的议长可以申请 60名以上参议员联署 60名以上众议员联署 这些人都可以申请 所以他是把申请人是generalized 他不是因为说你有厉害 他说这些人代表公益 你有这么多人就可以代表公益 一个总统一个总理都代表公益 那国会占众议员 你要够要60个才能代表公益 你可以说我为了公益 我是看不惯这个法律 可以抵触宪法 这持什么体统 我看不惯 我来申请解释 而不是说我一定受了什么所害 他是这样的概念 那看一下美国 美国是全然的具体审查 法国是全然的抽象审查 好 我们现在看德国 德国有没有抽象有没有具体 都有 有没有 德国有大非抽象审查 有没有具体审查 有 那我们呢 比较像法国 比较不像德国 虽然大家都说我们是学德国 你看那名字都长得一样 但是很不幸 我们操作不一样 这样讲有听懂吗 诶 我这边好像掉了几条线 为什么不见 好 你看一下 第一 我们只有我们才有单纯的宪法一意 你因为适用宪法产生一意 就可以来申请解释 没有国家像我们这样 这是我们独有 别的国家都是要法律或命令 有没有抵触宪法产生一意 来申请解释 那申请的人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什么 我们都有 可是请注意 在德国的具体审查 是不是有一栏位叫做 机关权限争议 你看我们在我国这一栏 向左边看 我们的机关权限争议 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宪法机关职权争议 有没有 跑到抽象审查 典型的例子就是520 520还记得吗 是有关于核司 到底可不可以停建 或者具体的讲 是行政院长可不可以片面决定 停止执行核四预算 这个问题在宪法上是行政院长的权 还是是立法院的权 但法官不给予答案 我们上次看过了 你们去协商解决 一旦有什么机制 什么他就是不给答案 他就做个抽象解释 如果这个问题在德国 那一定会说是行政院对 还是立法院对 他是正义 他会做个决定 我们不会 我们把他推到抽象审查去 大家讲讲有点恶 这算什么东西 那你再往下看 具体审查 我们有一个是政党违宪解散 德国也有政党违宪解散 我们的政党违宪解散 是从德国超来的 所以这个一定是具体审查 没有问题 对不对 然后你再看呢 我有一个栏位框起来 叫做总统弹劾裁判 这里是宪法征修条文说 总统如果被弹劾要送到司法院 由大法官组成宪法法庭来进行审判 如果成立总统要去死 这是很严重的 但是我为什么把它框起来 因为我们大法官审理案件法没有规定 到底这种案件要多少票 怎么出席怎么审查 不够 好在现在没有发生 如果现在发生的话 马上就成为宪政问题 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审 是说我们要审 我们依照什么程序审 没有规定 所以我把它框起来 好 那德国有没有呢 没有 德国没有这种总统被弹劾送给宪法法庭 这个比较像是韩国人那种做法 好 那德国有一个呢 我们没有 你看德国这边有宪法宿院 对不对 好 请注意 现在 我现在画的这个表是旧制 现在大法官审理案件法 如果是新制 明年一月开始 我们就有宪法宿院了 好 那我现在需要解释一下 好 现在回到讲纲上来 我们泛泛的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规定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看三 我国现行违宪审查制度 好 你现在已经知道我们大略在世界光谱里面的位置 第一种 就是单纯的宪法一役 有没有 就是在我讲当里面的二 找到了吗 三 然后国制的二 单纯宪法一役 你看他的文字 中央地方机关行使之前 适用宪法发生一役 没有人对你有争议哦 你就举个例子讲 你是书幻治 我觉得我们宪法这个第九条 说人民除现役军人外不受军事审判 这个条路怪怪的 我觉得那个军事审判制度有危险 他就来申请解释了 老实讲这个案子有非常大的问题 他行使什么职权 我们大法官对于行使职权向来 都是从宽到几乎看不见 立法委员来问就行使职权了 他什么 那时候也没有法案 也没有预算案 也没有任何案子 我说书幻治 我们大法官有做一个解释嘛 还记得吗 436我们上学期有讲过 监察院是最近的 是许中立法院 许中立法庭以后的新矿监 所以我等一下会讲 我们过去是很宽的 你们这些照我们大审法 讲的中央地方机关 中央机关报案行使院立法院 司法院考试院 现在都可以来问 你们来问我们都很松 我们都是这么处理 像436就是例子 只有监察院的时候开始 因为他不要审理这个案子 对不起 他说你没有行使职权 你行使什么职权 监察院说我行使调查权 调查权不算 调查权是辅助的 你要行使弹劾权 而调查权 这样才行 你没有弹劾权 调查不行 气死监察院就气死 你又怎么样 反正监察院快要废了 但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解释 以前我们不会这么解释 我们觉得 我们是抽象的 要维护法规范的秩序 如果有法律抵触宪法 我们不希望看到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申请 机关来申请 我们就说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没有像具体的诉讼 说你有什么素质利益 你有什么利害关系 我们不是要 不这样的 因为是抽象的 不是具体的 你看我下面举例子 4至2号 是司法行政部 就是法务部的前身申请 4至530 你们刚才看到 是监察院申请的 你说监察院不能申请 那监察院530 不是来申请吗 监察院530 不是行使调查权来申请吗 是我跟大法官讲不通 会吵架 就是这样 你要改不是不可以 要讲道理 为什么以前可以 我现在不可以 627号解释 是总统自己来申请 你看多有趣 627我们上礼拜才讲过 也记得吗 总统被列为共同被告 他如果这样不对 他来申请 他说总统应该有豁免权 52条 你不能告我太太 把我列为共同被告 这样不可以 然后他说 你们现在告的这件事情 今天是到国家机密 所有总统有特权 可以把它案子变成机密 机密案子就审不下去 法院不能审杂我们的 国家机密特权 所以这个案子 就审不下去了 这都总统来申请 总统都可以申请 然后再下来 案件卡的第三 第五条第一项第三款 立法委员三分之一以上 也可以来申请 这是跟各国很像 好 那你看 依照立法委员来申请的 通通是大案子 499 520 601 729 哪一个不是大案子 一直到 2018年5月4号 这里没有 你们可以自己写下来 2018年5月4号 大法官会议 第1476次 针对八年 八千八百亿的 前灾预算案 审议过程 有没有违宪 立法委员三分之一 申请解释 大法官说 不受理 他的不受理 他的不受理的理由 然后你要看他的要件 他要件 不是要三分之一吗 以前我们三分之一 我们看的是 有没有三分之一的立委 在申请书上签名 从这个时候 20185月4号 大法官增加了一个要件 说这个三分之一 一定是当时 在立法院开会 曾经投反对票 这才算三分之一 你没有投反对票 你算什么三分之一 这是大法官加的要件 从来以前都没有 第二个大法官呢 对于行使职权 过去这么多年来 形同虚设 你说436号 苏患是你行使什么职权 你凭什么来申请 叫我们解释 军事什么办法 有没有威胁 大法官应要受理了 请问大法官有追究 就说你申请你是行使什么职权 没有啊 但是 刚才的5月4号 20185月4号 针对前参与算案 大法官说 你没有行使职权 因为呢 你这个申请人38个里面 有一个叫高金素美 你呢 每次都有来签到 但是你都没有参加表决 没有参加表决 就没有行使职权 然后有参加表决的 没有投反对票 也没有行使职权 38个减一个 就不到三分之一了 国民党就烂到这种程度 他本身人数不够 他东周西周 把高级素美 不是国民党 加起来才38个 然后大法官抓到说 是呀高级素美 你每次都有签到 可是你没有参加表决 对不起 剩37个 37个人又再算算了 你们这个没有投反对票 这个也不能算 所以本件不构成要件 不能申请 前章案不是一次 前章案后来又是第二次 大法官用同样的理由打回去了 你们大概没注意 因为大法官不受理解释太多了 混过去里面不知道 我们讲的也不想 立法委員也没有叫 也没有开记者会 也没有怎样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这是一个奇怪的立法官 他是选择性的叫 该叫做不叫 不叫做要叫 我不懂他的标准是什么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觉得很生气 我们过去都可以申请解释 这是机关跟机关的相互尊重 我申请解释 我也没有说一定是和线为线 我表示我的意见 你们大老官判 你就是不受理 你就是不接受这个案子 不接受就不一样了 不接受发现包白衣 就继续走 就不会挡下来 接受就要处理 就很难处理 对不对 好436 585 想想看 上次念过的585 585征调会条例 立法院行使什么职权 好 603号解释 行使什么职权 603号解释 对我印象吗 是我们按赖身份证 然后大法官说呢 这个侵害到人民的 资讯领私权 然后大法官说 这个为什么可以申请解释 因为那个极少数的立委 他想要修法 修法修不过 修法修不过 也叫行使职权 那你觉得这个 然后更有趣的 再往下看 632 他有印象吗 是总统不提名 立法院不行使同义权 不行使同义权 也叫行使职权 你也可以来申请解释 所以你说行使职权 有什么意义 我就不懂 但是现在开始不一样 现在他跟你挂上去 他就要开始限制你了 刚才讲的是有关于第一类型的 法规 适用法规的 另外呢 这个法令 一役 刚才第一类型是行使职权 包含中央地方机关 或者是立委三分之一 行使职权 适用宪法 单纯的宪法一役 第二类型 像德国也有的 就是法令违宪审查的 这个德国人叫做抽象规范审查 德国还有具体规范审查 现在叫抽象规范审查 严格来讲这个句子是不通的 好像红的绿色绿的红色 因为抽象跟规范是一样的 一定是抽象的 规范审查 必是抽象规范审查 真正不通的是下面 为什么有具体规范审查 还有抽象的 还有具体的 好那这里啊 我现在讲的这个地方 请你们都要跟着我加 现在我在1.1 对不对 请你们加上宪法诉讼法 明年1月4号开始施行 47条48条82条 你们回去要对照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旧法时期 我先用旧法讲 但是到了新法 它有些改变 有些改变 有些没改变 你要两个慢慢对照 但是你懂了我现在讲的 在看新法 你不会不懂 这个要件是中央地方 机关适用法律或命令 发生有底处宪法之一 就可以申请大法官解释 下面就是例子了 我不多讲 另外一种情形 是立委三分之一 就其行使之权 适用法律命令发生有不抵触 宪法之一 好要注意的是 这边旁边1.2加上 宪法诉讼法49条 同时请你注意 原来是要三分之一申请 现在新的法律只要四分之一 这也是我当时跟大法官讲的 我说你们都知道新法马上要实施了 新法只要四分之一 你现在还在玩三分之一 还说缺一票缺几票 你们是不是应该要把眼睛目光放远一点 但是不行 我就是不要受理 就是不要受理 我现在就要坚持三分之一 一票也不能少 然后你没有去投票 你没有参加审议 通通不行 就简单 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要以后的话 那看国民党还有没有四分之一 那国民党还有四分之一 再也导不住 因为医学士号自己降至四分之一 这不是我叫他降的 为什么他不好心降四分之一 也不是他这么好心 因为德国已经降至四分之一了 我们学德国了 德国都降了 你也知道降 我们看到这个降 原来没有三分之一 增加成三分之一就可以申请 因为要立法院决议 所以立法院少数党 决议不了申请大法院解释 所以我们故意降成三分之一 现在三分之一又要降成四分之一 你看得懂趋势嘛 就是要把门开大一点 欢迎大家来告 那如果你要告的人 你会说这个不收 这个不收 好那你又把门关起来 你这个两个法律是在打架 你自己在自我矛盾 你干脆关门算 这么不喜欢做生意 好了 那具体的法规审查 这是最有趣的 德国人叫做具体规范审查 因为规范审查都是抽象的 所以你讲具体的规范审查 严格来讲 这就是红的绿的绿的红的 绿色的红色 红色的绿色 那种意思 好2.1 我们现在是五条二项 那么条文文字都在这里 将来是宪法诉讼法 宪法诉讼法55条 要求的是各法院都可以来告 不限于最高行政法院 和最高法院 这个要注意 大家把这个门又开一点 给法官的门开的比较大 大体上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大法官的 现在2.2 为什么跟2.1不一样 2.1是我们的案件法 一定是要法院 两个最高级的法院才能搞 现在我说55条 已经放宽成各法院 但是不要忘记了 大法官还有4-31 572 跟590 三个解释 好你们现在跟着我看 现在2.2的371 不是571 法官在审理案件时 对于应适用的法律 依其合理的确信 认为有抵触宪法之意义者 就可以把它当成先决问题 停止诉讼程序 然后申请大法官解释 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进步 为什么 针对审判独立有非常大的贡献 我是法官 如果你认为我是审判独立 那我就最大 我说这个法律有问题 我就申请解释 为什么要我的法院同意 我的法院同意 我就不能申请解释 那请问是法院要判案 是否还是我要判案 这样听懂了吗 所以大法官371 是盯住法官 不盯住法院 好 那这个门开得很大 接下来你看一下 他的先决问题是什么意思 他都讲了572 就开始讲先决问题 先决问题 一定要是对案件裁判有影响 才叫先决问题 你不可以跟他 扛办法 扛办法 保护算帝 你随便讲一堆 然后说这个有关 法官最会扯 每个都有关 大法官没有那么笨 一定这个案件 你要来做审判 这个认为和线跟文献 会对你的判决 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这才叫有关 这才叫先决问题 这样才能申请 这是572 那590呢 那590呢 对于什么叫做法官 于审理案件时 他有进一步的要求 好 那再往下看 678 687 是判例 最高法院 或最高行政法院 他会做判例 判例 对于法官 是有事实上的拘束力的 那么 那请问你判例 能不能来问大法官呢 你看这个687说 不错 他说判例 不是法官 可以申请解释的课题 我对这个判例 对这个师之687 我很有意见 但是我还不是大法官 差一点点 我是691干涉 如果是我 我一定写意见 你们要知道 这个解释 它的影响是什么 你是法官 你不遵照判例 你一定会被撤销 他的判例是这么强 然后你现在告诉我 这个判例不能申请解释 是什么意思 就是最高法院 跟最高行政法院做的判例 他说了算 我们大法官审不到 那你们觉得奇怪了 那大法官你为什么不审呢 这问题我就不能替你回答 你们就自己去想 我讲话有听懂吗 我们可以审到立法院的法律 我们都不怕 我们为什么担心 最高法院 跟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 我们为什么不能申 那你要想到 如果判例错了怎么办 怎么救 现在目前就在这里 就很困难 你法官不可以来申请 但是呢 法官不可以申请 人民可以申请 这又是个笑话 人民可以申请 为什么法官不能申请 所以就告诉你说 法官你要服从判例 这不是这个意思吗 为什么人民可以申请 为什么法官不能申请 法官你要听话 人民呢 人民他不服 你没有办法 他都要来告 我们判例是 人民可以申请 法官不能申请 好 第四种情况 就是机关权限争议 就是德国人讲的 Organ Strait 我们现在的规定 在五条一项一款中断 下面加字 先把诉讼法65条 但它增加个要件 两个机关要协商 而且没有办法获制结果 同时要在六个月内来申请 这个都是莫名其妙的规定 我认为 之所以要规定协商 可能是大法官 520做的坏示范 记不记得520 你们两个机关要先协商 现在我们就干净 放出520说 你们要先协商 协商不整 才能来申请大法官解释 协商 我现在问你 协商可以 就不能来申请解释 如果行政院跟立法院做了一个协商 把宪法结构改了 大法官是要不要管 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监察院跟立法院也可以协商 那协商以后 他们把宪法结构改了 监察院说 好了 我们就知道放弃这个权力 我们不要行使了 这样可不可以 这不是所有的协商 我们都不可以使了 为什么呢 我真的听不懂 如果大法官有任务 大法官的任务 第一是要保障民权 第二是要确保 我们宪法规定出来 刚才讲到现在为止的 各个权力 要照这个结构 没有修建之前 你不能给我乱改 我们两个机关 一个强一个弱 强凌弱 弱得说 好好好我愿意投降 我们协商成功 大法官要叫神 谁还听不懂 听得懂我讲话的意思吗 这不是他协商不协商的问题 这跟那个没有关系 如果你大法官那么怕事 你跟大法官自己关门算 人家这有争议嘛 争议尤其是有争议 刻别要去神 对不对 有关于法令侵害人权 注意看这里 不等于德国的宪法书院 这个德国的宪法书院 请你在前面加几个字 我现在原来写的是 比较简单 叫做 請你在前面加上 U-R-T-E-I-L-S U-R-T-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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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了 那么这个裁判本身为宪了 怎么办 我们现在审不到了 为什么 你看下面的文字 我们现在说 多少条件 随便去 150条 150条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法官 这么适用150条来裁判 造成这个判决 是扭曲的 150条的意志 所以150条本身没有问题 是法官扭曲的意志 做成的裁判有问题 所以我们叫做恐龙法官 那如果你不让我审这个 确定中逊裁判 就表示这里 我大法官就审不到 我们的违宪审查 就有漏洞 为什么法院的裁判 要接受违审查 请问法院的裁判 是不是国家公权力的行使 他既是国家公权力的行使 他可不可以抵触宪法 他不是只是法律 不能抵触宪法 你跟我说 我这个裁判所适用的 法律违宪 那你可以审啊 现在你就可以审 他是法律 但是法律没问题 我用了法律 用错了 这个裁判 这个裁判是不是司法权的表现 他为什么不能被我审 听得懂吗 那就牵涉到了 是一开始讲的 回到最后 把这个讲完就不讲了 看一下这个条文 我们看一下172条 一开始我曾经讲过 171条 说法律有没有抵触宪法 法律有抵触宪法 无效 有没有抵触宪法 产生意义 由司法院解释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 最典型的情况 法规 法律 有没有抵触宪法 司法院解释 这是宪法解释的一种 再看172条 命令你宪法 或法律抵触者 无效 但是没有写说 那命令有没有抵触宪法 法律 谁来解释 如果你现在只是要求 单纯要求法院说 法官说 我们不要用这个 违法的 违法的命令 法官可以单纯拒绝 拒绝 我们看过好几个解释 我们下期待会讲 你可以单纯拒绝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 从法规的本质上消失 你要说这个法律 以后任何人都不能用 那你要申请大法官解释 才有这种统一的 一般的居数理 刚才不是讲185吗 我们要一般居数理 如果你是这样 你就要来申请我们 所申请我们解释 那这个不管是 法律违宪 或者是命令违宪的解释 都由司法院为之 好 那你再看173条 宪法是解释 由司法院为之 这句话什么意思 171讲一遍 172又讲一遍 为什么还要讲173 173它涵盖的范围 比171跟172要大 不是只有法律跟命令 危险 其他的宪法解释 也是宪法解释 其他宪法解释 主要是 所有国家机关行使公权令 是不是都会抵触 都有可能抵触宪法 小英今天莫名其妙 发布警惕命令 可不可以 明明考试院没有办考试 他却发榜说 某某人考上了什么律师 可不可以 监察院今天有弹劾 但是没有开会 怎么弹劾了某某人 这怎么可以 听懂我讲话 我们有很多公权力 他都在运作 包含 法官做一个判决 这个判决本身违宪 我不能审吗 我们只能审 这个判决所依据的法律 有没有违宪吗 我们现在只能这样 所以我们跟德国的宪法 宿愿不一样 德国的宪法宿愿有两层 第一个 你先告诉他判决有没有问题 第二 如果判决没有问题 他所私有的法律有没有问题 他有两层 但是我们现在只能管法律 不能管判决 所以我们现在是抽象审查 而不是具体审查 但是请注意 明年1月4号开始 裁判宪法诉讼就上路了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 有很多人输了最高法院或最高行政法院的确定终局裁判 他会来主张说 那个确定终局裁判本身违宪 请大法官给我省一下 所以大法官案件预期应该会大幅增加 大法官不一定会受理 但是申请案会增加 那你要处理申请案 你要不受理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听得懂吗 那所以在这里司法院 徐宗立一直讲说 我们大法官不是第四神 不要误会 那我的意见是不要这样讲 我们就可以審 确定终局裁判本身有没有违宪 就这个来讲 我们当然是第四神 但是边境啊 我们不会随便受理 因为照现在的规定 他有一个要件 就是我们如果大法官要针对个案 确定终局裁判本身 有没有违宪进行审理的时候 一定是那个裁判本身 要具有重大的宪法价值 才能审理 阿狗阿猫的我们不会审理 简单讲就跟我刚才讲的 我们不用这个字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没有具有宪法本质是重要性 我们审理在干嘛 我们只有九个老 以后 现在只有十五个 以后如果赵老师的建议 要改成九个老婆 干嘛这么辛苦 也不可能 但是你不必去否认 我们就可以审查 确定终局裁判本身 有没有违宪这件事情而言 大法官确实是一个 引号例外的第四省 门小小的 不一定大 但是确实是 你不必否认他是第四省 但是许中立可能跟我不一样 因为他怕人家骂他 说大法官要扩权 什么什么的 我们就像扩权 也是为了人民权益 有什么好害怕 要不然如果你碰到恐龙法官 你不是死定了吗 现在他们其实碰到恐龙法官 就没救了 那你碰到恐龙法官 要不要救 当然你问我说老师 那碰到恐龙大法官 怎么办呢 那就句号 真的就救了 所以老师 但是礼拜六二人讲的那个题目 为什么说司法改革的契机 司法改革要从大法官开始改 光光叫求小法官 那还是于是有小补没有大补 好 我们今天上到这边 谢谢